ODF课程那个简介那一场三小时的请举手 哦 好 那还是要讲 好 带一下下就好了 带一点点前面 我没有讲全部哦 因为那个可以讲很久 可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大概带就好 我们带到软体的部分就好 基本的 来 今天这一场研习的主要的用意 是为了要让同学们了解到 什么叫做ODF OK吗 ODF 好 那ODF呢 它是一个格式 它是一个格式 它并不是软体哦 没有软体叫ODF的哦 也没有副档名叫ODF 都没有 它是一个格式 它叫做开放文件档案格式 就是ODF的 就是open 第一是document 然后format这样 ODF的简称是这样 好 来 那为什么要推行ODF啊 其实呢 政府机关就是 其实在好几年就已经在推了啦 只是一直推不动 真的一直推不动 那推不动的原因是 我觉得那个配套方案很重要 当你希望我们不要用office 那你总要给我们一个工具来操作吧 要不然我怎么做工作啊 对吧 我们要完成的事情啊 工作还是得完成 其实工具在电脑资讯应用上面 以后你们就是慢慢的会发现 这几年的资讯变化的非常的快速 除了普及变成是基本的能力之外 你会发现 不会太锁定在某一套软体 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学会的是应用 我们不是只学会某套工具 不一样 以前早期是你会一套工具 可以走天下 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要学会这样的能力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以后的趋势 就是可能我们这一代 再往下的下一代 这个基本能力是要有的 好 那也基于这样的概念 以往我们在做文书处理 我们在做示算表 或者是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office msoffice 就是微软的office 那这套工具它其实是要钱的 同学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家的电脑有 可是我从来没有买过 对 因为你叫盗版 ok吗 你在买软体的时候 以前早期 厂商就能帮你把windows也装好了 然后把office也装好 那时候都是盗版 那我们从小就开始使用office 从小就喜欢 就是开始使用windows 其实那就是 你知道温水煮青蛙啦 我们已经煮好几年了 所以到现在呢 已经感觉上好像离不开 离不开office 可是office也刚好 现在是收割期了 其实软体现在是收割期 Adobe跟office 那个微软都是 它现在开始走订阅版 它开始走什么都要钱 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的盗版软体 比较不容易取得了 因为它是用订阅的方式 那个技术层面上又再复杂一点点 好 所以也就基于这样的原因 并且 他们真的是很 圈圈叉叉 他每年都来涨价 其实对于学校单位或公务机关来讲 你们花最多钱 就是微软跟Adobe 他们好恐怖 然后我比较偏业界嘛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 就是业界跟学校都跑 可是我比较偏业界 我朋友他们在卖 那个Windows嘛 然后有一次 就是微软的 经销商 有一次很 有机会刚刚跟他们在聊天 然后他们就说 老师你最近都要上ODF 我说对啊 他说你干嘛一直帮他们推ODF啦 你要帮我们一下推微软啦 你怎么帮我们推ODF 就是认识着很久的朋友都会这样互相聊一下 我说没办法 这是上课的关系 我不会去挑工具 我都要教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好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销量 因为现在政府都推ODF了嘛 那推了ODF 你的销量不就会影响吗 你知道他怎么会回答我吗 他说其实不会 一定有方法 一定有策略 什么意思 你们不用Office对不对 你们用不用Windows 用不用 用吧 Windows你要使其他比较难吧 对 他说 我们下改方案 你只要买Windows 我用非常少的价钱 让你拿到顺便加Office进去 听懂吗 知道我的意思啊 例如说假设 假设的时候 我印象中那个费用 几千块很低 他就说假设我们可能 全校授权是授权Windows 我可能加两千块 当然是可能一台加两千 或是一个账号加两千块 我就让你有Office 你买不买 学校买 他一定买单 听懂吗 他说像微软策略是这样 他会把Office跟Windows绑在一起 价钱压得非常低 让你不得不用 或者是说你会觉得 哇赚到的感觉 听懂的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真的是很麻烦 那我要跟各位讲 其实中央这边要推ODF 他不是在整你们 知道吗 因为我知道 你们从A工具换到B工具 这对你们讲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因为资讯工具不是每个人在学习上速度都很快 可是我觉得互相体谅 为什么 第一个 费用真的很高啊 他真的很贵 第二个 第二个 格式统一的问题 你看他只要一改版 他的旧版就会有问题 像我们2003到2007 那个跨那个界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时候 哀嚎骗起 格式转换的关系 整个都不能开 或是不能堵之类的 或是开过去就整个大乱掉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自己 为了要赚钱 他一定要一直不断的推新工具出来 这是合理的 这是非常合理的状态 所以格式统一这一块 可能对于我们来讲 也会觉得比较辛苦 然后再来平台 你知道他的作业系统不同 他的Office都要重买一次 Mac版跟Windows版是分开的 知道吧 所以这样不变成 哇 如果我在家里是有Mac 我在公司是有Windows 那我是要买两种版本 知道吗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平台上面 其实也是麻烦的 那最后一个是新的概念 开放新趋势 我是觉得这个跟你们 可能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不是城市设计人员 比较没有差 所以我觉得基于这几点要点 你们要学会的是应用能力 而不是被某个工具给绑住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就是 好了 如果你五年内没有要退休 这条路你必须要走 OK吗 对 就是应用能力 你一定要学会 这是现在在工作职场上 必须要有的能力了 好 所以要退ODF 它是有原因在的 OK 好 当然不是只有基于省钱 这件事情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懂了 这样一个观念之后 这是ODF 再来呢 好 我要懂 ODF在使用的时候 用到什么样的软体 什么样的软体 是来执行ODF的功能 有三套 第三套是台湾自己出来的 前两套的话是国际的 第一个叫open office 那open office它可能 它最久了 它其实是始祖 可是我觉得它中间的过程 很少再继续往后做延伸的 所以大家现在都不太用它 因为觉得它比较没有这么好用 那另外一种就是liber office 就是这一套 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会的liber office liber office的话 跟office比较像 然后呢 它的更新速度 我个人觉得比较快 相容性也比较高 所以就会发现 现在如果谈到ODF 大部分的同学都会用的是 liber office 这样OK吗 用这一套 用liber office 好 那有第三套 第三套是台湾自己搞出来的 它就是国发会自己弄的 叫ndc的ODF OK 那这个不是它自己 全部重写哦 其实才没有了 它也是拿人家的 你看 它用的是什么 liber office的5.2的版本 作为基本 去做设计 那它设计当然 它为什么要这样走 有原因啦 它可能 有加了一些工具上去 例如说 它做了一些 公务的版本集 但是很鸟 不超过10个 OK 然后它有那个小帮手 我也看过了 资料都是旧的 也没更新 我都觉得我教的东西 比它还要多 还要好用 好 然后呢 Q&A 我有试着丢问题 也没有人回我 我想要测看看能不能用 没有人理我 好啦 所以基于这三点 就不要用了 好吧 对 我们就是 对 就不要用这一套 那 没有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 最主要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因为它用的是旧版了 它没有再更新了 OK 它没有再更新了 所以它的bug 还是在 它无解 那个bug是无解的 所以这个 这是我前阵子去一些单位上课的时候 窗口有跟我讲 强迫要求 他们那个单位 一定要有NDC的ODF 我跟你讲 说我站在讲师的立场 我非常非常反对这件事情 因为它就是有bug 那个bug是无解 你要同人用这个软体 结果产生bug做不出来 或是有问题的 你要它去死是不是啊 它不用下班吗 对啊 你们要求东西的话 都是跟它说几点钱要交 可是你给它的软体是不能用 你知道那个bug是不能用 不是说我绕个路可以做好 是不能用 那不能用 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很反对这一套工具 可是没办法 因为有些在政策执行上 它可能对资讯没有这么的懂 可是它就是主管 你也没办法讲什么话 所以拜托各位 如果你们单位有被要求 一定要装NDC的ODF 要不要装 要 一定要装 因为要装给它看 可以吗 这是装给主管看 可是我拜托你们 顺便装LibreOffice 这是自救 真的差很多 差多少 差了十几版 十几个版本 你知道那个bug更新多少版了 所以这个真的很严重 好 那这两套工具 因为它们是不同的 应该算挂不同的软体了啦 算不同软体了啦 所以它们可以共存 它们可以共存 那你回去一定要装LibreOffice 知道吗 因为为了让你自己工作可以快乐 然后我跟你讲 你在办公室 你开LibreOffice 还是开NDC 没有人看得出来 真的相信我 除非它是像我这种讲 是一秒我就知道是哪个版本 一般来讲 都以为你还是在用 LibreOffice在操作 就是用这个格式 它会分不出来 那是NDC还是Libre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强迫你们用 NDC的版本 这也不是错啦 我觉得那是认知的问题 就是这个 我有跟国发会人聊过 为什么要强迫人家用 那我觉得它 它能够说服我的 唯一的理由啦 就是第一个 它说如果你们有打电话 去问问题的话 你们的问题 它们如果要去解决 它们不用在电脑里面 装很多的版本 因为每个使用者版本 很不同 测试人员 它就要每个版本 都得装 很麻烦 而且它不能共存 你就是变成 你用5.2的 你用6.2的 它要5.2一定要 再用6.2 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没有那么多 电脑啊 所以它们的主要用意 是因为 当你们有去问问题的时候 大家全部都是 统一用NDC的 那是不是问题解决 它们在测的时候 都可以用同样的版本来测 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这一点我可以接受 但是有些Bug测试没有用的 因为它叫Bug 它就是程式有问题 你怎么改都没有用 相信我真的没有用 不解 所以呢 还是用回这一套 那它们不改的第二个理由 是没有钱啊 因为它这一套 是找厂商开发的 它们用厂商开发的 花了钱 然后叫你们 再用别的东西 说不要买 结果它们自己花钱去开发 然后开发完之后 跟我的回应是跟我说 老师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经费了 没有经费在做更新版 所以我们现在 只能停在5.2 这样那就是我的意思吗 好 那没办法 它们单位是它们的事情 但是我们总是要活下去嘛 所以拜托你们 两套都要装 要不然你工作一定会受影响 听懂我的意思吧 你会做不出来 好 所以这个我解释一下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知道一下功能后 等一下我要请你们自行下载哦 我要请你们下载哦 来到这里 请等会开浏览器 那等一下 因为网路的问题哦 如果你桌上有了 就不用下载 但是你要知道 载点在哪里 然后回去再抓就好 我们这边就不用下了 要不然我跑不太动 那好 今天上课的地方 我们用的是 OK 学校这边 有单位这边装的是这个 NDC的ODF OK 不要用 好 再来 这里有没有看到LibreOffice 它也帮我们装了Libre啊 可是因为机器的关系哦 它装的是5.3的版本 比较旧 比较旧 好 来 那下载的地方呢 先看一下目前的LibreOffice 发展到哪一个版本 好 那因为它是自由软体 所以它的版号都比较长 我老师所谓的版号就是这个 极点极点版 对不对 它都有三码 你看人家Office Office 2016 Office 2019 它就是完整的整数 办公室后 建议同学们 办公室来到下载 办公室请装 单机版 单机版就是真的装在电脑里头的版本 所以呢 这个 这里有两个 一个叫新鲜版 一个叫安定版 OK 喜欢哪一个 安定 这就看每个人的人格特质咯 好吧 我们要做一下心理测验 哪一个特质适合你 好啦 我比较喜欢新功能 因为我要测工具的关系 所以我一定会装新鲜版 可是新鲜版比较容易崩溃 它真的是用崩 Crash 它用崩溃 就当机啊 叫崩溃 它的翻译叫崩溃 蛮可爱的 对 就是软体会崩溃掉 所以这个是 比较新的版本 可是它会崩溃 OK 这个是比较安定 它可能降一两个版号吧 可是它比较稳 比较稳 OK 那你就看你的需要 如果你在工作上面啊 你用到了工具 你觉得安定版装了后 好像这些功能 你就是差不多了 你也不会有太特殊 太复杂的工具 OK 那你就有安定版 可是如果你发现 你在用安定版的时候 某个工具 你怎么做都一直有问题 你就装新鲜版 然后常常 几个月就要上来逛一下 因为它会有更新 它只要一更新 它不会通知你 那你就记得去下载就好 这个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因为它的更新 通常都会是功能发格的修正 更新功能的加强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好来 还有一个版本 来我们今天要用的 它叫可惜版 Portable的版本 好可惜版 可惜版是什么 不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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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把这个可惜版 放到你的随身碟 以后去外面开会 只要有电脑 不管它有没有装office 不管它有没有装 LibreOffice或NDC 你都可以工作 因为你的软体就在随身碟里 这叫可惜版 那可惜版的话 好处是不用装在电脑中 可是它的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没有到系统碟里面 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可惜版的话 是应急用的 知道吗 那我们这边电脑 我试过了 我只要装单机版 因为5.3还在 它会被踢掉 就是我的电脑 我们这边的机器 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上课 全部都用可惜版 OK吗 我们都用可惜版 我们就不要装单机版 不要安装 那我也不用桌面上的5.3 因为bug太多了 bug太多你做起来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都会有问题 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一个 可惜版 可以吗 好那如果是因新鲜版 或安定版 安装的时候 你只要点进去 OK 它的中间这边 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有没有点 直接下 好 可是哦 可惜版最特别 你只要点的 这个可惜版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边 它可以给你下的是这一区 可是通通不能点 而且还跟你讲 目前没有可用的 然后我第一次进来 这个画面 我有点吓到 我想说 没有可用的 那总有旧版吧 结果都找不到 后来我才发现 这页面是假的 还要再点一个 点这一颗 请造访 什么什么什么 有没有看到 很特别哦 真的真的 你点 好 等一下 它就可以用了 我真是不懂 为什么要这样 可是就是真的 它就变英文版 就可以下载 你看这里 这边 好 那怎么下 上面这一格的话 是新鲜版的 有没有看到 6.2.4 下面这个是安定版的 可惜的 好 所以一个是新鲜 一个是安定 然后呢 一个是Standard的版本 一个叫All的版本 OK 我是下All了 所以你们桌面上 那个很像星球 这个图案 有没有 这一个 那就是这个版本 这个All 所以我就点它 好 点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下载 它就是一只城市 一只城市 OK 执行档 一个城市 好 下载完毕之后 怎么用呢 来我们看一下 使用的方法是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了 好 来 你这边呢 宽两下 它其实是个执行档嘛 你就宽两下 好 很像安装 但不是 然后语言不要选错了 因为它这边是Multi Language 多国语言可以选 你就选你要的版本的语言 OK 然后 等一下我还是得关掉一下 因为它要装 等一下 来 确定 好 它就开始跑了 知道吗 可是这个不是安装哦 搞得很辛苦 有没有 其实只是解压缩 它就帮你解开 变成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看 你就下一步 然后呢 这边全部都预设就好 下一步 好 然后就按安装 安装完就是 你看这个资料夹 就是它啦 OK吗 我已经装好了 取消 来 安装完之后 你看一下 这就是可惜版 然后你可惜版的记得 你的执行的捷径 是这几颗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不要想说 老师那我把这几颗 放到水分点就好 其他都不放 不行哦 其他是城市本身 对对对 不能放哦 要全部哦 OK吗 所以你要先会取得软体 这样有问题 所以我们等一下 所有人都要先有软体 有的软体之后 我们再往下继续 好来 所以第一件事 帮我检查 你的桌面 有没有这一个工具 没有的怎么办 没有的检查 第二个 是不是有这一个 Liber Office的Portable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东 如果连它都没有 恭喜你 请自行下载 OK吗 没有就自行下载 来 我们先取得软体 我们先取得软体 来 中学先操作 减号下来就好 不要叉叉 对 然后检查一下 你桌面上有没有软体 减号 老师的画面 减号下去就好了 谢谢 谢谢大家